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搅入一堆牛奶 打成泥 倒好后 倒入锅中 加入10克柠檬汁 放入40克白糖 开小火不停的翻炒 胡萝卜水分炒干后 加入10克麦芽糖 再把麦芽糖炒至完全融化 融化以后 灌火待用 二板上放上白芝麻 把胡萝卜泥放在芝麻上面 用模具整理成长方体 用擀面杖按压一下 然后切成小块 把剩下的胡萝卜泥做成碗子放在盘中 胡萝卜这样做 酸酸甜甜 口感细腻 绵软 做法特别简单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欢迎点赞准发评论 再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